Touching the Truth 哈囉大家好我是Niko 我是Niko媽 還有就是最近大家好像 比較喜歡看開架式的 彩妝品跟保養品 那我這一次呢 要分享的是 凱蒂娃娃的 開架式的產品喔 它的產品的東西 價位都非常親民很划算 而且是我看到以來 是有史以來真的是 CP值很高 它的產品的 效果也不錯 所以這一次呢就是要分享給大家一些 很好用的小物喔 所以就是 大家有興趣的話 趕快往 影片下面繼續看喔 首先我要介紹的是 凱蒂娃娃的牛奶白白面膜 凱蒂娃娃甜心保濕潤唇香膏 凱蒂娃娃真我不弱物感唇材 這個是4號色喔 凱蒂娃娃 果眉超水感護手霜 凱蒂娃娃 草莓牛奶身體去角質凝膠 凱蒂娃娃的蜜糖身體保濕凝膠 凱蒂娃娃的牛奶白白面膜喔 它裡面每一個新品的話 它裡面都會有一個封膜 會把洞口封起來 它擠出來的顏色 就像這樣白色的 都直接敷在臉上 它是有一點果香味的 而且它不刺鼻 它是有一點果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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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就是後敷大概 十到十五分鐘左右即可喔 那後敷的話 就盡量看能不能 就是把它蓋過肌膚的顏色 那我們就等待十到十五分鐘吧 那我剛剛已經把 剛剛的面膜已經洗掉了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 比對圖 我還放上來給大家看 就是肌膚上面 就是變得很透亮 跟剛剛的 泛黃的肌膚 比起來就是明顯的有差別 超水感護手霜 它的呢 精華液就像水珠般湧出 真的超厲害的 而且它的保濕度 非常的強大 它是豐富的莓果萃取 及月結果萃取精華 所以呢 它可以滋潤雙手 預防乾裂的問題 還有肌膚就是 色色的感覺吧 阿娜它的話 就是有淡淡的莓果香氣 可以滋潤手部肌膚與指甲喔 女生的手部保養 真的非常重要 我覺得它就是包裝 真的很可愛 非常的可愛 後來它就是 粉紅色阿 加水藍色 我覺得這樣搭配 真的還蠻不錯 它是玻璃罐裝喔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它打開的話會是這個樣子 它是 塊狀的 所以你看一下我的嘴唇 我的嘴唇現在是唇味還蠻深的 而且都是乾乾的 那我現在就是要來擦它 那它就是會這樣抹 我們可以沾取一點點這樣子 先沾取這樣一點點 之後我就把它塗在嘴巴這樣子 它這個唇膏它是帶有一點莓果味的甜甜的 就是那種蜜糖的味道 但是 它如果嘴巴吃起來的話 其實沒有太大 就是味道沒有很重 它就是嘴巴會這樣子 就是很有光澤感 我自己覺得啦 而且 它真的還蠻滋潤的 對 我放上給大家看 對啊 我發現它就是 如果那個 護唇膏在嘴上待的時間 比較久一點了之後呢 它的嘴唇的顏色也會變得比較漂亮 而且很自然喔 它這個唇膏啊很漂亮 它是做雙層的設計 那我打開來給你們看一下刷頭的部分 它刷頭的話是有點算是絨毛刷 可以看得到清楚齁 那我就直接塗抹在唇部上 嘴巴抿一抿其實顏色就已經還蠻飽和的 而且我只有塗一層而已喔 而且我只有塗一層而已喔 馬上就呈現霧面的妝感 它這個唇彩真的很特別 它擦上去之後是會水水的 而且之後過了大概十秒鐘之後 它這個唇彩啊會自己變乾 它會變成霧面的 它這個號稱就是不掉色不沾杯 它吃東西也都不會掉色的那一種 所以讓我覺得還蠻神奇的 因為它這個是 唷插上去而已啊 手都沒有欸 我剛剛我影片也沒有剪輯喔 就是這樣喔 就是乾的欸 很特別真的 但是唇膏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就是讓我有點 驚訝 那我接下來這次要介紹的是 去角質凝膠 它擠出來是有點 白色透明狀的 所以還蠻水潤的 你就在你想要去角質的部位 像我是選的膝蓋 那就是 搓揉它畫圈的方式即可喔 那搓揉之後呢 它會有這種白白的屑屑 就是真的是角質 你們大概就可以看一下 你看這一邊的膝蓋是已經 剛剛有去過角質 這邊的膝蓋是還沒有去角質的喔 它這邊現在看起來就是比較沒有那麼暗沉 它這邊就看起來是有點髒髒的 接下來的話 我就是要介紹蜜糖身體保濕膠 它擠出來的話是有點黃黃的 但有點透明 那我就直接把它塗抹在我剛剛去過角質的肌膚 那我剛剛這一隻的腿 左腿我是已經插完保濕霜了 它就是感覺就是比較透亮 而且它真的完全是不黏膩 而非常清爽 乾乾的肌膚 那這邊的話不會喔 它這邊的話是 真的就是很 很明亮 而且非常感覺 喝足了水的肌膚 以上的產品都已經介紹完了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在影片下方幫我點個讚 或是訂閱我喔 那如果你喜歡影片裡面的哪幾項商品 你可以到他們PC Home的官網上面去購買 或是到他們的FB粉絲團 我會在影片的下方資訊欄這邊 就是會放他們的詳細的連結給你們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記得點閱區去裡面看喔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